那是快我们唱个隐形的翅膀 送给我今天自己穿的这个衣服吧 然后也很励志哦 送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就跟这个衣服设计里面一样 我不是在打广告 虽然翅膀被折断了一点点 但是也要努力分享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省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笑 用心你忘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怕 裤子也好配 对对对 像这种卫衣呢 其实你不穿长裤子也可以 就感觉像下半身失踪一样那种 女生就是看着显腿长嘛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有双隐形的翅膀 用心你忘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恒久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象 好想把衣服缝起来怎么办 能不能潮流一点 年轻人 这首歌好听 你知道为什么好听吗 因为加持了我 因为就是我穿的这个衣服 配上这首歌 就感觉是合二为一了 这个为什么嫌腿长 因为就是你下面 你下面如果不穿牛仔裤的话 就是绷着露着大腿的话 就显得腿长 就看着腿很长 我穿的牛仔裤 所以看不出来 你们不用把我 你们不用用我来那个 做一个对比 没有意义啊 加持得出来 加持是个啥意思 整段垮掉 咪咪我的腿 哎呀 您怎么不相信呢 我跟你们说 怎么看着腿长 因为我 因为我的个子不高嘛 然后我一般穿的衣服呢 都会嫌腿长的 就不知道会走过 我是说下面 你要穿个短的牛仔裤啊 兄弟 就是说你 肯定下面就是说 你看上去好像没有穿什么裤子 但是其实是穿了一个运动裤 短裤 超短裤在里面的 懂吗 我一般就喜欢那样穿了 我是不是反向打广告啊 我是不是打完这个广告 你们就本来是放在购物车里 准备 准备确认订单了 然后结果就删除了 删除订单 这种衣服怎么能穿丝袜 你们这个直男的眼光 我的妈 我居然看到一个大幕 他说穿丝袜在里面 什么鬼啊 想都想象不出来